讲功来说菜 OK讲功来说菜 今天来说一道酸酸辣辣的菜 这道菜也是来自于我家书柜上这一本 全世界找辣吃 Elisa Lu所写的 三次我拿这本书以后发现最近天气很热 这里面都是一些很辣的菜 很适合开胃 酸辣娃娃菜 所以很简单 因为在超市现在都买得到一包一包的娃娃菜 娃娃菜有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就把它切一些 或者就把它放到火锅里面 或者把它煮一煮 有时候做一些奶油娃娃菜什么的 做酸辣口味要怎么做 娃娃菜300克 然后加了一些公保的干辣椒一小把 然后蒜头就把它切成蒜拌 然后还有一些白醋 要酸辣 白醋大概两大匙 二砂糖大概一小匙 盐二分之一小匙 淡色的酱油一小匙 如果你家没有淡色酱油 看有没有鱼露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用酱油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这个菜的颜色比较重一点点 这样子 那长的红辣椒就是配色用的 因为红辣椒比较不辣 大概两只把它切成辣椒圈这样子 然后再来一点点这个太白粉 待会勾芡用的 娃娃菜这边你先浸泡换水两次 洗一洗它 然后重剖半 重剖半也不用把它切短 就一整颗重剖半就好了 大气一点 然后用水将中心的彻底的把它洗干净 然后备用这样子 那一开始浸泡换水呢 当然有冲洗浇洗它意思 还有另外让它吸一点水分这样子 更饱满一点 然后那个调味料先把它混合好 白醋二砂糖淡色酱油 还有一点盐把它放在小碗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就是我刚刚讲的二砂糖在一小匙吧 那盐在二分之一小匙比较少一半 白醋要两大匙 然后淡色酱油一小匙就好了 也说其实你如果真的只有酱油也是可以 因为只有一小匙嘛 那颜色也不会太深了 有鱼露的话就用鱼露好不好 然后这个红辣椒切片 然后这个太白粉呢 加两大匙的水 把它调匀 变成这个太白水粉 待会我们勾芡用的 起个油锅 锅子热了 油温到的时候 就把它干辣椒先放下去 先煸炒至香气把它煸出来 然后呢 干辣椒从那个红色变成棕色的时候 这时候就涮片给它下去 哇哇菜给它丢下去 因为这个锅子那么热 那个干辣椒已经开始由红变成暗红 再来下去变成黑的 它就变成苦了 所以这时候你要赶快怎么样 把其他的食材丢下去 尤其是娃娃菜这么多 放下去以后 锅子的热度就会降低 这样就防止你的干辣椒继续变黑 那这个娃娃菜下去以后呢 这里面的 因为刚刚的油啊 就已经炒那个干辣椒 炒到很香了 就让这个油呢 去裹附住你所有的这个娃娃菜 然后开始翻炒它 然后在翻炒同时呢 大概翻炒个30秒左右 这个热油都跟娃娃菜做了混合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调味料 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刚刚你调好调味料 就是白醋 二砂糖 但是这样有盐 调好的把它倒进去 再翻炒 然后把你的切断的辣椒片 这时候放进去 辣椒段放进去 辣椒段 如果你之前就放下去炒的话 那会比较辣 所以你后面为了加这个上色 为了让它有点配色 最后再丢进去 就比较不辣 颜色出来就好了 放进去翻炒一下 最后呢 用一些太白粉水 稍微勾芡一下 事实上 如果不勾芡也是可以的 可是因为这个小娃娃菜啊 你边炒它会出水嘛 所以说水分会多了一点 所以你加一点太白粉水 给它勾个芡 它那个酱汁 更容易巴附在这个娃娃菜上面 那这样吃起来就更有味道 那个酸辣娃娃菜 非常适合夏天来吃 那又简单 那食材又很少 当然如果你要加点菇在里面呢 也是非常棒 红喜菇美白菇什么菇 都可以 鲜香菇切片了 也很棒 那这个酸辣娃娃菜做完以后呢 你想要加点面进去 当然也可以 你煮一点意大利面 最后把它拌进去 酸辣娃娃菜意大利面 或是酸辣娃娃菜油面 台式的面都可以 非常适合 好的 那么讲完这道这个料理呢 大家试试看了 我们来这个防卫机 特别来宾 这个非常爱钓鱼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 他唱歌很会唱 这是我们的 昆日本料理的这个主厨 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这是我们这个 从贤大哥 你好 红从贤 嗨 韦文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对 最近有没有去 我说你唱歌 真的我没想到你唱歌 这么会唱 你是很爱唱歌 你到底是钓鱼的时候 都在唱歌 还是有在专心钓鱼 因为唱歌鱼才会上钓 太厉害了 歌声饮幼鱼 我们大概是两三年前访问这个同学歌的吧 对那时候写了一本书 对有关日本料理的 有关海鲜的料理 海鲜的日本料理 把它做日本料理 海鲜类的 因为你季节的美味 你本身很喜欢钓鱼 对 那每个季节钓到鱼种又不太一样 对 那白天钓跟晚上钓 又又吸引的鱼种也不一样 是 是 那三次我记得我聊到说 你的日本料理店 这个坤 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鱼种 是出自于我们 这个道家里面装子的逍遥游 逍遥游里面有一篇 他提到说 这个北海有鱼 其名为鲲 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你看他的背 是不晓得有几千里 藏着这么大的一条鱼 这种幻想力就很强烈 对 不知几千里也 所以鲲有这么大 幻想 对幻想出来 那么他还会变化 对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鹏的背又不晓得几千里 就很大的一只鸟 所以古人经常把鲲跟鹏 放在一起讲 把他当然就说 神话里面的一种神兽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蛮 有罗曼蒂克的一个人 就是很浪漫的一个人 因为你 你把你自己的店名 就取了庄子游里面 这里面讲的 幻想出来的坤 当时取这个名字 是为什么呢 其实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我觉得 我希望我的料理 能够像坤这样 就是有很多的变化 你可以让人吃不腻 因为除了一年四季的季节性以外 那料理 料理本身它是一种创意 是一门艺术 那你如果说都是按照原来的 原来的味道 造本宣科 造本宣科 对 它就变成一个酱 很酱气的感觉 那你随时要有一些新的idea 新的一些点子去试验 去让它有变化 吃起来才会有趣 才会好玩 可是你又不能乱创作 所谓创作 现在有很多流行创作料理 可是你的创作必须是 有道理的 对不对 料理料理 有料一定要有理 可是你的创作 如果是天马行空乱搞的话 那个味道就很可怕 所以我一个 日本的朋友 他就说 现在绝对不能在日本吃 所谓的创作料理 那个很恐怖 创作料理 那味道都吓死人了 不晓得是吃什么东西 所以一个好的味道 你还是有它的理路可以寻的 那么在这个之外 你去发想 去寻找新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变化 那第二个 我用这个坤 坤这个字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本身自己是念哲学的 所以 中国的哲学思想里面 老庄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部分也放在我的 我的 我的料理里面 好 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这个坤的主厨 也是很爱唱歌 爱钓鱼的红冲贤大哥 来我们节目里面聊聊 最近他就钓鱼的经验 边唱歌边钓鱼 这样的鱼种 这种季节都钓什么鱼 那当然了 这个还有就是 其实我常去你这个 这个坤料理店去吃 那我想你对于这个生鱼片 或是对于这个鱼的保存 鱼的海鲜的料理方式 真的有很多自己一些想法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像夏天 对 保存很重要 对 尤其天气这么热 对 所以白天千万不要钓鱼 因为他把自己晒伤了 对 鱼还没钓到自己就已经成为鱼竿了 就晒成鱼竿了 而且到了海边有两个太阳 上面一个水里面还一个 在反射的 对 在反射下来 太可怕了 你想不黑都很难 待会呢 广告公共和后 我们就不要白天钓鱼 我们晚一点就钓鱼 晚上钓鱼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1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的是 坤的主厨 也是爱唱歌爱钓鱼 我的好朋友 黄崇仙大哥 崇仙大哥你好 慧文好 对 今天前我们访问你有关 这个季节的美味 对 海鲜类的处理方式 还有一些料理的方式 大家发现你是 你是很爱钓鱼的人 钓鱼其实是从小的事 小的时候就 拿一根这个 我还记得那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三节的竹子插在一起的钓鱼 很简单的钓鱼 那个已经是大概 这是四十年前的 你说三节钓鱼 是自己做的 没有 竹子买得到的 买得到的 钓鱼行买得到 就是现在还有吗 现在大概很难 三节竹子钓鱼 对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情 哎呀 不小心泄露一下年龄 四十年前的 对 后来进步一点变成五节的 然后最前面那一节 最细的是玻璃纤维的 可是那这样听起来 你的钓鱼年龄 这个很久 小学就开始了 对啊 我爷爷带我钓鱼 对 对因为小朋友如果要钓鱼 至少要有一个长辈 就突然带你入门嘛 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第一次钓钓完就热衷钓鱼钓鱼了 你觉得你小时候跟你也去钓鱼啊 那样子经验 为什么让你到后来现在还是那么爱热爱钓鱼呢 其实我觉得是跟自然接近的一个一个一种一种感觉吧 那就像现在很多人喜欢爬山 喜欢玩这个硕西 骑脚踏车 露营 钓鱼 潜水 风浪板 滑翔翼 各种这些户外户外的活动 它无非都是一个 亲近 亲近大自然的一个 一个 不同的 不同的方式而已 对 那钓鱼 对我们来讲 无非是在这样的活动之外 和自然接触观察的的活动之外 如果有一些extra的意外的收获 可以带鸡尾鱼回家吃回家料理 那是另外的一个趣味 嗯 因为是可以延续的 你说小学就开始跟爺鱼钓鱼了 所以我在特别问 因为很多时候小学生坐不住嘛 尤其男生的钓鱼 其实人除了这个接触大自然 他需要一点耐心的 对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蛮做得住的 还觉得看那个池塘里面 池塘的水不会动的 他的浮标就是直立在这个水上面 一根这样 那看着他这样上上下下觉得 要去抓那个鱼咬住的一瞬间 提干阳干把这个鱼钓上来 所以那个那还是一个 要去抓那个很重要的点 你如果一个不留意 可能你的钓竿整只被拖走 也都有可能 那也是你爷爷很有经验 知道带你去哪里钓 那个钓到几率很高 但是刚好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池塘 所以算是算是方便吧 生活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对对对对对 现在现在小朋友都住社区里面 对有点难 对对对对真的很困难了 所以可能要跑到要跑到郊外 大家都到钓西场去钓虾 虾钓对对对钓虾场 钓虾场 不过其实我觉得现在哈 在夏天的夜晚尤其是暑假 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白天钓鱼太热 去海边也不适合 除非你是水里面的活动浮潜潜水 或者是冲浪板之类的 那么夏夜的话 夏天的夜晚 其实温度稍微低一点 大概27 8度或者是30出头一点 那又有一些凉风 然后这个时候晚上上船 现在在全台湾环岛周边都有很多的这种海钓船 你只要你只要有带身份证就可以去钓鱼 那他有一些体验体验的活动 船长也会也会教你 然后船上也有一些渔工啊 这些人他们也会带 会告诉你要怎么钓放在哪里 那船钓一般来讲 你如果说要钓不到鱼 其实还蛮困难的 那聊一下从一开始好了 因为我们对夜钓的 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来讲 比如你刚刚说到 要这个夜晚去传钓下夜传钓 这种大概是几点开始 我们大概准备什么东西 那大家准备多少钱 去哪里去去 大概期待会钓什么样的鱼 OK好 那如果你是一个入门者 作为一个入门者 你甚至可以什么装备都不要带 穿最轻松的T恤 海滩裤短裤 假脚脱 蓝白脱也可以了 那么你就可以这样去 那现在你在网路上 你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找得到 在这个东北角八斗子 野柳深澳 几乎每个渔港 他都有一些这些休闲娱乐的海吊船 可以去 有样东西一定要带身份证 OK 判去偷渡 不是 上船他这个出海的活动 一定要看证件 所以你身份证 驾照或者是健保卡 只要有照片都OK 一定要带 证明你自己是是是是 一个怕你偷渡 第二个如果把你打捞起来 我也知道你的身份是谁 一定不会我们都会安全回家 不需要打捞好不好 你有穿穿救生衣怕什么 对不对 是是是上船这个是安全的设施 是一定是必要的 那么至于这个吊杆的吊线这些东西呢 你如果真的不会第一次去体验 作为一个体验船上都可以租借 嗯 所以你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用带 就带一咖冰箱就好了 是是是 哦大冰箱 装鱼啊 冰箱 冰箱对 背的出去露营的这种 这个冰箱 这个意思是一定会掉的 船上会提供给你冰 你如果不要在冰间可以带冷饮 你想带啤酒果汁饮料都没有问题 因为很多初学者根本不敢带冰箱 担心自己根本掉不到啊 装饮料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其实一定掉的到啦 几乎都会掉到啦 别人有掉到也会分给你 不用担心 那像这样子 我们什么都没准备的好 然后我们去找一下 像你刚说那些地点 去下夜船吊 那这样我们大概准备多少钱呢 OK 像现在一般来讲 如果是全夜一整晚的 它有两种 全夜的话就是下午5点 到第二天清晨的5点12个小时 这种大概都在一千 一千五左右 一个人这样 一个人 对 一个人 那如果是分上半夜下半夜这样的话 它就是从下午5点到晚上12点 然后晚上12点到凌晨的5点是下半夜 挑一个时代 分两节的 对 两段的 这种大概是八百块 对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讲 其实出去玩一趟 你收费也不贵啊 那我们多少人才 就因为你可以一两个人去 或者对他都可以接 你可以一区朋友一起包船吗 当然我们人购也可以包船 我们下次可以组一团 对啊 可以包船 我觉得很好玩的 我第一次包船大概多少人 看船的大小 看我们去选哪一条船 一般那十来个人就可以包 十来个人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 你像说一千多少 你说 就抓这个一千五 一千五左右 每个人 所以十个人 大概就是一万五左右 就可以大概包船了 对 大家一起去下夜船吊 对 这船吊是要出海的吗 对 出海都是在离船程大概在 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内 所以很近的海边 你暗上的灯火这些 你都还可以 还看得到 隐约可以看得到 不是很清楚的看得到 不用隐约非常清楚 对 那其实晚上是很舒服的 因为有的人会怕海掉的话 有些女生怕晕船 会不会 对其实现在有些船很好玩 他船上会放音乐啊 很轻松 然后如果 如果是包船的情况 你还可以在船上弄烤肉趴 是 对 所以有的人负责钓鱼 有的人负责烤鱼 或者是烤肉喂钓鱼的人吃 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真的有啊 我准备要烤的 你一那个鱼一起来 我们处理就可以烤它吗 没有问题 绝对可以 那如果说 那船长可以帮忙处理鱼吗 还是待会 待会我们就问崇轩大哥 那就可能要自己处理 钓起来要怎么处理 OK 因为在船上有自己处理过 直接钓了 有 可以直接处理吃了 可以这样处理 但是一般我会觉得 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 它是摊个新鲜 涂个新鲜涂个口感 还有不一样 不一样的感觉 毕竟是在海上 船上现钓现吃这样 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吃 你还是要把它冰得好 冰得好 回来以后在家里面 在自己的厨房里面 好好的料理 因为对我来讲 作为一个厨师 我在鱼 钓到鱼的第一个 第一个第一点 第一个一个当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它 处理干净 然后然后冰好 那回来以后 我再慢慢来做料理的事情 船上因为环境的关系 你限于环境阴漏就简 你也不可能像我们家厨房 或者我店里的厨房 有那么完备的设施 所以你要做到什么样的料理的程度 我个人认为那还是有一些局限的 好 待会回来我们就请那个程序大哥 跟我们聊一下 说到局限呢 还是可以料理 这如果说现捞起来 现钓起来鱼 处理好的话 马上可以做什么样料理 是OK的 蛮美味 那其他的呢 保存方式是什么保存 还有到底可以钓到什么样的鱼 待会来告诉你 FM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访问到是我们坤的主厨 就是我们的黄从仙大哥 同仙大哥你好 各位好 坤本来在新店那边 对 其实最早在天母 你搬了三次 对 现在在台北市的市府捷运站附近 这已经是我14年来的第三个点 市府捷运站 其实那边我去过几次 我觉得那边还蛮方便的 对交通很方便 对对面也可以停车场嘛 对 你现在公共停车停车 不用啊 那个市府站一号出口出来 好像走 只有50公尺而已 而且去吃你的那个鲲啊 有时候一定要配点小酒 什么的 最好是不要开车 所以不要酒驾嘛 对 别别酒驾 不要开车 有捷运都方便啊 都可以 听说你那个点啊 搬到那边去后 很多观光客会去那边吃 对 其实 路客啊 或者哪里的客人都蛮多的 对 因为离101也很近 是 我们常常有客人是 住在我们的对面 W Hotel 然后过个马路就来了 就来吃一下 那其实大家可能到了店里 也许你跟这个重新大哥聊起来 发现他是一个 爱爱爱爱好钓鱼的狂热分子 其实今天 我谈不上狂热了 今天录音之前 重新大哥还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这个过两天就要去那个下业船调 对 要不要跟着一起来 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广播社上讲 我说我真想去 可是我小孩最后就毕业 真的是很多是在忙啊 所以我们只能听听看 有机会 刚才已经了解了 大概是什么地点 然后价钱在1500左右 也是可以包船 接下来 重新大哥说 几乎都钓得到 能钓到什么样的鱼种呢 是不是 像现在夏天这个夜晚 从现在开始 以现在来讲八月份 开始会有的量数量上 数量上最多的就是白带鱼 白带鱼 而且越接近到秋天 夏末秋初的时候 体型就会越来越大 现在大概有的时候 都是四个指头宽 的这个宽已经是不小了 三指的都算小号的 四指才是很漂亮的 那也会更大 再来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轻鱼跟竹甲鱼 这个也都是在日本料理里面呢 日本人很喜欢的鱼种 那因为日本人 他们其实就是 日本料理里面最主要的 就是喜欢吃这些回游性的鱼类 对日本叫青背鱼 他的他的他的这个鱼的鱼的背部 是属于有一点有一点绿色的 对那这一类的鱼 鱼也都是数量很庞大 对我们有时候一钓起来 还不止一一竿拉上来 会两三条一起上来 那个很过瘾啊 我们现在在讲呢 就是不是到日本料理 是回转寿司啊 不要讲青背鱼 还有那个刚刚讲那个什么 白带鱼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 在日本料理里面 我们常吃到那叫青鱼竹甲鱼 竹甲鱼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你现钓的哦 对是钓的不是回转寿司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煎鱼 后来说我没我没看过 钓起来的白带鱼 它是长长的啊 对非常漂亮 钓起来还是它是怎么样 跳动的感觉 白带鱼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性 它在水里游啊 不是像我们认知的一般像鱼 这样子横的这样子游的 它是头上脚下直着这样游的 它是直的游的 对它是直立的游泳的 是你可以上YouTube去找一些 白带鱼游泳的影片 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 对跟一般认知的鱼游泳的 那个方式不太一样 那么像钓起来以后 它的鱼鳍是像一个 应该怎么形容 它的鱼鳍是不停的摆动 像有点像那个以前跳舞 用那很长的彩带 彩带那个样子 非常漂亮 银白色的彩带一条 这么有活力 非常亮 是是是 好那这鱼像你刚才还讲了一个 尖鱼 尖鱼也是我自己来讲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鱼 因为它在水里的拉力非常强 然后这种鱼是 到你拉上船的最后一刻 都四十步投降的 这些是这个种类比较大宗的 对 有没有是比较奇特的 比如说你在钓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种 算是你厉害了 对有 因为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讲 这说夏夜在台湾的这个近海 尤其是在东北角 基隆鱼 这附近 都是一些小型鱼类 来觅食跟产卵的地方 那你想啊 这些小鱼在附近觅食传染 我们去钓它 其实就经常有时候 就会有机会碰到大型的鱼 跟在后面咬 哦 你要真的碰到 比如说碰到鬼头刀 对 对啊它体型比较大啊 再来如果你运气好会碰到那个呃 芭蕉旗鱼 嗯 我们用台语的话叫破鱼伞 破鱼伞 这个都是大概一公尺半的鱼 那你如果碰上这个能够把它钓上来 哇那你可能真的是变成hero了 哈哈对 好那直接捞起来的线钓到的鱼起来 刚刚那个崇峰大哥的时候 你也曾经在船上直接料理它 对吃它的海鲜的鲜味 对对对 那这种料理方式不外乎就大概煮汤吧 我想煮汤 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钓起来第一件事其实很重要 一定啊把它的这个去鳞去肚去塞 嗯把它的鱼肚鱼塞把它拉掉洗干净 嗯好那洗干净以后大家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们鱼肚中间靠近脊椎骨的地方 有一条深色的一条血河的血河的那个部分 要把它清干净清干净刷干净 因为用汤匙把它刮一罐 用汤匙刮或者用用用手指头其实也都可以 但是anyway就是要把它弄干净 腥味比较重的对 因为那个部分其实是鱼的 其实那是鱼的肾脏啊 对它的血液跟它的这个氧气都在这个地方交换 是所以把它清干净以后 它的它的味道不会才才不会有腥味 是是是那如果在船上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很简单的撒一点盐 把它剖开摊开来做盐烤 嗯就非常好吃 对那当然你要煮汤也不会也也没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是夜调啊 对夜调 盐烤的话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它到底生的还熟 船上会有灯 哦会灯啊 船上会有灯会很清楚 对会很清楚 夏天算了还是不要不要烤了烤的会很热 煮汤OK啊 煮汤 夏夜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点 是在船上 船上它会除了船上有灯以外 水里也有灯 他们会开一个绿色的叫做急鱼灯 嗯 那这个放进水里的时候呢 周边的鱼看到这个地方亮都会 鱼有一种习性叫曲光性 它会往亮的地方跑 嗯 所以开了急鱼灯以后呢 这些鱼就会靠近你到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整个海面啊就很像是一个大型的海洋馆一样水族馆一样什么东西都看得到 我刚才以为你说整个海面是个大型的水族水产市场一样活的活的都在游水族馆真的而我在海面上好我们去钓鱼有时候还会带一把捞网捞网直接捞会带一把捞网真的你会捞到什么东西你知道你会捞到那个 三点蟹三点蟹因为它是一种泳蟹它是在水面上游泳对那看它游过去捞网伸出去嘿捞一只起来直接就螃蟹丢到锅就煮汤了真的太妙了真的我想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呃就是下夜去传调的经验呢甚至于掉上来直接新鲜的就把它去淋啊去塞啊去直接就煮汤或是烤来吃了是不是可以请崇洋大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滋味是怎么样这种真的新鲜的就把它去淋啊去塞啊去直接就煮汤或是烤来吃了是不是可以请崇洋大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滋味是怎么样这种真的新鲜的 那样吃的汤鱼汤跟着烤的鱼跟我们外面去买的在做料理不一样吗ok我觉得第一个不一样的大家可能吃起来 呃最大的感觉哈会觉得它的肉的口感是特别Q的特别弹牙的因为它是活杀的嗯啊就说这条鱼还在刚刚还在活活生生的情况之下你马上处理它然后马上马上煮起来它的肉收缩起来哈口感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这个是第一点啊那第二个但是我觉得说其实最好的还是这样子啦就是烤或者是或者是煮汤嗯那就是品尝它一个鲜味嗯但是对我来讲我个人我还是觉得说 第一个我在船上很忙啊如果鱼是大咬的时候我哪有时间煮煮汤啊哪有时间煮鱼啊所以还是把它一吊起来赶快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冰好啊那 那比如说在一趟这个一趟一趟钓鱼的活动完了之后结束之后回去再好好的一条一条把它处理完 那我提到上一次哈我带我们我们高中有一个同学会嗯就很特别的大概有七八家人去船上办了一次这样的钓鱼趴啊 然后我们一共钓了一百将近一百五十条鱼嗯你想想看那是多大的数量哇对平均每一家人分回家大概分了二十条这怎么保存了 这么多鱼对你想想看那么忙你哪有空在船上还要鲨鱼烤鱼钓鱼啊对不起先放在冰箱里再说鱼咬完回来我们再慢慢来来弄 待会广告回来最后一段我们请重新大哥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去船钓回来这么多的鱼货或者是你去市场买了一堆便宜的鱼人回到家里你们自己来冰箱你要怎么好好保存它因为不是当天马上全部都吃光光的话怎么保存最好对不可能 怎么怎么做嘛待会来我问一下重新大哥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我们回来了今天是我们节目中第一次聊这个船钓尤其是下夜船钓钓了一堆鱼怎么办 说真的我们社区里面有时候我看到有的人就是去可能是鱼港买了一楼的放在冰箱里面带回来我很好奇他们这个马上怎么处理然后他大概怎么保存 有的是这几天要吃有的是要可能过一阵才吃的你会怎么建议大家其实现在很多人真的有机会在那个跑比如说他跑到基隆的那个坎子顶鱼市场然后去一次就买了一大一大篮的鱼回来可能二十几条十几二十条二三十条都有好那一堆鱼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想第一件事情不管你买了几条三条五条三十条五十条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把所有的鱼的鱼肚鱼塞 还有我刚刚讲的靠近脊椎骨的那条血河这三样东西一定全部清干净一定全部清干净好那我的做法就是包括在鲨鱼的时候在处理这些鱼的时候我旁边一定有一盆碎冰水嗯然后里面有撒盐嗯好那里面有盐水跟冰这三样东西或者盐的比例大概多少盐的比例大概接近海水的浓度大概就是三到四趴左右OK 那么你每杀好一条鱼这些鱼肚鱼塞处理完以后我就把它放在那里面泡着嗯冰岩水冰岩水对这有一个好处第一个鱼鱼的味道不会不会变淡嗯好像在澎湖很多人他们习惯说杀鱼哈不要用自来水洗洗完以后鱼的鱼鱼鱼就鱼就不甜 最重要就是它的甜分被水冲走了你如果放它放在这个冰岩水里面它就可以锁住它的味道OK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也让鱼肉的不会放在常温底下让它温度一直起来一直增加保持鲜度永远一直保持在比较比较低的温度里面嗯好那至于有一个问题要不要把鱼鱼鱼鱼打掉嗯你如果三天五天之内要吃的鱼可以先把鱼鱼把它你刮掉 如果你要放比较长的时间冷冻的话鱼鱼不要刮嗯退冰以后要吃的时候再刮因为鱼鱼有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是它可以保湿嗯它可以保持你鱼体里面的那个水分好不要太干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坤坤的主厨那个崇仙大哥来所以我们问一个配方好就是今天我们在市场买的鱼鱼都去掉对不对嗯然后就都清干净了嗯然后我们泡到冰岩水里面了那我这两天就要吃了嗯 那我把它冷藏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帮它调味一下对可以你在拿出来你要要在吃之前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腌啊比如说呃有很多种你可以撒上胡椒盐这是一种方法或者你可以在他身上抹抹一些味噌啊如果还要更还要更更厉害更高纲的话你可以去买到那个酒薄嗯或者是酒糟来腌味道也会特别香 那你把它很均匀的抹在鱼身上之后呢放在冰箱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不要包保鲜膜嗯就直接这样放的让冰箱里慢慢把它的那个水分适度的抽干好这样你吃起来好你不管用烤的用煎的那鱼的味道会特别香好在家里试试看今天特别谢谢我们困难主厨我们好朋友的黄崇贤大哥下次来一定要唱歌了好不好哈哈哈好谢谢同学哥谢谢下次再见拜拜谢谢大家拜拜